好 继续带您来看到高雄市一名王姓男子呢 上个月30号是独自 从高雄人舞骑车到台东县 但是却在台东失踪了 只有在丽嘉临道路旁边发现烧毁的机车 那么台东县消防局以及丽嘉巡守队 是合力在山区此兴的来搜寻 但是还是没有见到王姓男子的踪迹 而王姓男子家属没有放弃 并且悬赏了10万元 希望民众帮忙协巡 期盼有奇迹出现 家属与消防队丽嘉巡守队的人员 在山区仔细地搜索 希望可以尽快找出失踪已久的王先生 高雄一名62岁男子王顺德 先前与家人表示 要到台东找住在槟榔园公邀的朋友 结果所骑乘的机车烧毁在 北南乡丽嘉临道的路旁 但人却从此失踪 而附近的监视器画面也曾拍过王男的踪跡 家属在通知警消人员后 也数次来到林道进行搜索 但都没有巡获 我有路都开到五路 我们也是走很多 走好几公里的路 有时候有些地方 车子放着 我们下去搜寻 很多次很多次 很多人帮忙 像村长他们 一些志愿的 也都有帮忙 但是也没有 像昨天有代博 也是完全没有消息 眼看着官方以及民间的搜救 都要告一段落 家属除了与亲戚轮流上山寻找之外 更发出了悬赏 希望透过更多的民间力量 早点找到王男 从王男消失至今已经十多天了 家属至今没有放弃搜寻王男 也提醒如果有发现王男的民众 可以尽数向王男的家属进行联络 让他可以早日回家与家人团聚 记者陈基林被南相报导